大家好,歡迎來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頻道 今天的折子教室要來教大家怎麼折粽子 那,關五蝶快到了 那就是大家可以學會怎麼折粽子喔 那,看我這個是折,是招財 招財粽子,就是我用那個 招財元寶折出來的粽子 就是另外一種感覺,然後把它綁起來 好,另外一種呢,就是 一種感覺 這邊貼上貼紙 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就是一種感覺 好,另外一種感覺呢,就是這種的 小的,比較小的 花樣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動手做 那首先呢,我們先準備一張 正方形的紙 正方形的紙 然後我們這張紙呢,是 長寬個10.5公分 好,一開始呢 好,一開始呢,我們先 對折成一個 長方形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就是說,我選 因為是折粽子 所以我選的這張紙呢 會比較硬 比較硬一點 就是 這樣比較硬的話 很像個菱角 折出來會很漂亮 好,那這樣子 我折了之後呢 再翻,翻開 另外一邊再折一次 好,那接下來我再用玉米把它 稍微把它壓一下 這樣折很比較明顯 然後一樣 往中間線折 各種中間線 好,再折 好,再折 好,翻過來 好,再往中間線折 好,打開 好,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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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個方向喔 然後再折 好,翻過來 好,翻過來 好,那這邊呢 這邊是不是有頂點 這邊有頂點 然後我們下面 下面這個尖尖的 要把它 對到這個頂點來 好,再用硬幣壓一下 好,這邊 然後轉個方向 對 另外這三個角呢 一樣的做法 下面的頂點 下面的頂點 跪到這個 這地方來 這交會點的地方 翻開 另外一邊 一樣的做法 好,再另外一邊 最後一個 好,再另外一邊 最後一個 好,翻開來 然後下面的 下面這邊 是有正方形嗎 然後下面這個尖角呢 跪到這裡 這裡來 這邊是有個交會點 有個交會點 另外這三個角 一樣的做法 另外這三個角 一樣的做法 不好弄 所以我會用個硬幣 要搶一下 好,這樣好了喔 好 那因為 我們 最主要是要 看那個折線的部分 那因為我沒有畫線 所以不明顯 所以 我已經畫好了一張 所以 這樣子就很明顯了 所以剛才我們不是 這個式的角 已經往 內折對不對 然後 然後 接下來要注意看喔 這邊 往裡面抓住 抓住它 抓著 抓著喔 這邊要注意看喔 一個閃成 你就跟不上了 好 我們這樣子 好 這邊往 下壓 這個地方 往裡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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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樣子 這三角形都跟這邊對齊 這樣子 好 另外一邊也是 往裡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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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順著那個折線 好 那現在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喔 往上翻 好 寫 換一個角度 這個地方 往這邊推 往這邊推喔 然後這邊呢 這邊 就把往 這邊不是有洞嗎 這個就往裡面塞 裡面塞就可以了 就很順 所以你們那個折線 一定要折得很明顯 好 那接下來呢 這邊 往這邊折 折著 然後裡面呢 我們稍微調一下 裡面把它往裡面 往這邊撥一下 那裡面把它調開來 等一下 要往裡面塞 會比較好塞 然後這邊 好 注意看喔 就順著這樣子 把它推進去 推進去 這樣就好了 我們這樣子一個重紙就做出來了 這樣就完成囉 一張紙 一張紙就可以做成了 那有另外一種折法呢 是用三張紙 然後來拼 拼成一個 重紙 那我這一次 我這個做法是用一張紙 那我在我之前的影片呢 是用三張紙來做組合 好 那這樣已經完成了 那這樣子 感覺很乾掉嘛 所以我還會再做 那這邊會有點 鬆鬆的嘛 其實這樣就完成了 可是我還會再 把它做一點小變化 像這個貼紙啊 它都會寫一些什麼 祝福語啊 什麼 富貴平安啊 平安如意 平安如意嘛 長長久久 這邊什麼 招財運啊 什麼的 這邊 那種貼紙啊 我就會把它再 貼上去 有點變化 這個 這個在那個文具店 都可以買得到的 對 然後呢 我要選一個 大吉大利 比較好的 選 因為是紫色嘛 紫色我想要偏 一樣的紫色好的 選這個 永保安康 然後就把它 洗下來 這邊會有點鬆 這邊有點鬆嘛 所以我就用貼紙 把它貼住 這樣子 然後就會有點 變化 小小的變化 這樣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好看的 好 那 因為剛才你有看到嘛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吊的 吊的話就是你可以用這種 紅絲線 紅絲線然後 剪 剪一小段 然後 這邊貼上那個白膠 這邊也貼上白膠 這樣子就 這樣子就 黏起來了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種感覺 就是 你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是另外一種感覺 好 那綁起來怎麼綁呢 我教大家 大家怎麼綁喔 好 綁的話是這樣子 我先剪一條線好的 不要太長 大概是 好接下來就 我剛才有剪了一罐 30公分的紅絲線 然後 來教你們怎麼綁喔 好 這樣子按住它 按住它 然後 往下 按住它 往下繞喔 往下繞 這樣繞過來 繞過來 這邊 繞過來之後呢 往這邊 然後 再進去 然後按住 按住它 好 按住它之後呢 這邊 hold住 一下 這樣子 沒有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呢 再過去 繞過去 然後把它綁起來 這邊都綁 可以綁起來了 這邊 就可以綁起來了 好 再打一個結 好 這樣子就綁起來了 這樣子就綁起來了 這樣子 綁起來了 這樣子 好 那下面的順順怎麼做呢 下面的順順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一樣也是用紅絲線喔 紅絲線 紅絲線 等一下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是多長 再過來這樣子 看一下這樣多長 7公分 再快7公分 7公分 然後這樣子 刷出花生 8公分 現在一倍 7公分 刷 8公分 刷子 刷子 然後呢 這樣子 然後把它 打個結 我們要做流梳的部分 把它拉緊 往上推 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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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看到呢 就是 紅石線嘛,我們把它 弄開 弄開 這邊 把它弄成那個虛虛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弄開 把它用開 用開了 然後它中間呢 這一條 剛才一條就弄開了 三條嘛 這一條就有三條 然後這三條裡面 這每一條呢 還會有三條,還是要把它撥開 嘴撥開 那這邊撥開的時候還蠻 蠻花時間的 然後我跟你們說怎麼做 你這樣子全部都散開之後呢 全部散開之後呢 你這邊 下面 下面你就黏那個 看你是要用白膠黏 還是用雙面膠 那因為我想說要快速一點嘛 我就用雙面膠 黏一下 雙面膠黏到這邊 你們要用白膠也可以 在這邊 剛才會黏到我手裡 等一下,再用一次 欸,好像會那麼快 等一下喔 好了,那剛才我已經黏上那個雙面膠了 因為剛才一直黏到我手 好,那假設我這邊已經用好了 嘻嘻已經都把它弄開成這樣子了 好,因為這個有點花時間 你們就自己去弄 好,我告訴你們怎麼做就可以了 然後 剛才不是黏了雙面膠嗎 那這邊 這邊我切紙的嘛 那我這邊要黏著 把它黏上去 黏後面好了,這黏後面好了 黏後面把它黏著 然後稍微按壓一下 然後就做出那種感覺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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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它變成一個吊飾 這樣子 可以送手做看看喔 然後呢 要不然還綁著 綁著部分好像 有些人不太熟悉的話 我再綁一次給你們看喔 這樣子 先按壓住 好,然後往下繞 這邊按住 往下繞 繞上來 繞上來之後呢 再往這邊 這邊繞 然後這邊手按住它 按住它 按住它 按住它,一起按 手按這兩個喔 然後 按住它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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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 這邊 往下繞 往下繞之後呢 往下繞 有沒有 不然還是這樣子嘛 按住的往下繞 然後再繞回來 然後再往這邊繞 往這邊繞 然後就可以 打結了 這邊可以打結了 這邊 好 先把它轉一圈好了 轉一圈 然後再打結好了 等一下喔 有點 這邊 這邊 再把它繞圈圈 再把它繞圈圈 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就好了 好,這樣擠的就打好了 好 那如果不熟悉的話 你們再重複看 好 那這樣子就做好了喔 你們動手做看看喔 其實也不會很難啊 對 好,那這是 成成的摺紙教室呢 請幫我按訂閱按讚留言 以及分享 那我愛的朋友呢 請幫我按 我愛的朋友呢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ubscribe my channel 好,我們的得子教室呢 下次見 拜拜 拜拜